2018最重男团CTO 你们可以做一道道理给我吃 让我立刻爱上你们吗 哈喽小艾斯杰 谢谢你给CTO的这个任务 然后这项任务我来挑战 今天我要陪你做两道菜 就是来自我家乡东北的锅包肉 以及小鸡炖蘑菇 食材已经买完毕了 现在已经准备就绪 马上就可以开始 首先我们先做的第一道菜 就是小鸡炖蘑菇 所有我的感觉 扮演不住的旷野 有声音要找出口 没有是能阻止我的怒吼 没有定律性的生命中 我变归了 逃悟着交情全世界 No one can stop me now 小鸡炖蘑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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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两道菜已经做好了 这里面包含着来自东北人的热情 东北人的热情 东北人的心情 以及东北人的似火 诶 我还没收完 热情似火的爱 送给你 其实我还很期待他们吃的 对不对 我不知道咸的 真的好吃 好吃吗 我觉得今晚餐就吃这个最好吃 哥吃一下 买一个白鸡 这真的好吃 怎么样 这很鲜对不对 其实 你试试 女生一定要多吃小鸡炖蘑菇 真的不错 第一呢 不是说好不好吃 第一是因为这道菜很不鲜 为什么我那种鲜 好鲜 是不是 因为香菇加做土鸡 包出来的糖就会很鲜 嗯 嗯 就是太认真就是 多吃点 多吃点 谢谢大家 真的好吃 真的吗 香菇在哪里呢 放眼望去 冒什么用 香菇在哪里 有些那些眼神 不知道怎么长得 哎 哈哈哈 尴尬了 我也我也看到了 香菇有什么好在 不在乎的只有鱼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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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